来第二组 好第三组 第三组 这句话我稍微再修饰一下 中国大陆进口需求 逐年上升 来请看 请看前面 中国大陆在这里 对不对 或者是你点地图都可以 中国大陆在这里 对吧 点下去 请问你看到了什么 听得懂吗 你要善用工具 我都把工具给你们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到时候 你需要给财政部部长看的时候 是要做我现在这个动作的 同意吗 第三组的学长 刚刚刚你讲的那一句话 如果说你做了这件事 你就会讲说 中国大陆进口需求逐年上升 可以了解 记住 来第四组 拜托我们现在只留在大学的程度 来第四组 派一位代表回答 哪一张图 还是每一张图 这跟第二组 那边是最低 然后再爱 一边到二组 其实是最短 这些 然后从断带图 诶 对不起 你不要讲三个 你可以第二轮再讲好不好 你刚刚讲的最大 第二组讲了 所以等于没有讲 然后你讲中间 最低 然后你又再讲了转折 然后你要再讲断带图 所以你讲了四个 那我讲断带图好了 好吧 那我就删掉前面你讲的咯 好 拜托你 只要遵守游戏规则就好了 我讲一遵就好 对 那从断带图里面推测到2018年 有一个很明显的转折选项 就是中中跟中 中中是从第0年 从2017的第0年变2018的第4年 2019又变第1 然后他跟公共两个社会跳下 你图怎么点 好吧 好 麻烦请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他说2018年 2018 所以我要点2018 然后中东 中东这边进口需求改变 好 那原本2017 2017 中东在 对不起 因为这图被我缩小了 否则你应该会看得到中东 好 所以我先稍微把这张图 稍微往右翻 好 2017年 美国 是2018年吗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好 中国大陆 美国 东协 欧盟 日本 新南将 南韩 马来西亚 没有啊 不是20 不是这一年 那个转折在哪里 我这张图没有断代图啊 不是昨天 我们现在看的是现在 我提供给你的 对对对对对 断代图那些都是额外交的 你放心 你放心 你看后面有很多知识点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分析 请你只能看这一张 可以吗 这一张没有断代图 你不能讲 好 请修正 第四组你要讲什么 请修正 请修正 进口的 子餐 只有原油 它是 原油 它的进口 下降 好 各位原油在这里 原油对我们的主要进口项目来说 它是排在第三名 第三名 然后呢 它的一个需求是逐年下降 你一定是在 那个 那个 反正我要告诉你 念文学的人 跟念医的人 跟念商的人 他观察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 听得懂吗 好了 我要讲说 原油 进口需求 逐年下降 好 第五组 原油 第五组 四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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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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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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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不懂 2020年 2019年 對 對 二羅斯不是在這邊嗎 我點了 2020 2021年 2021的這一個小圓點是不是 好 我整理一下你要講的意思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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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 你們在報告的時候是要報告肯定句喔 當然你如果說跟部長很熟的話 你可以說 部長你能不能猜一下 2021年 哪一個國家的 它是什麼 好像鋼鐵是不是 我跟你講你不想活了你就這樣問他 可是如果說你在其他的那個演講的場合 你可以去問你的聽眾 這樣了解嗎 就是改變一個問的方式 2021 工作鍵按住這一個俄羅斯 然後它主要國家是俄羅斯裡面的最大的是什麼 鋼鐵的需求 就是這樣子的話 你只要把重點報告出來可以嗎 好的